洛杉矶华人资讯网记者GG8月7号报道 北美卡车协会在6号举办了一场AB5讲座 讲新法AB5对卡车自营业者和中小企业的影响 50名的华人会员参加讲座 有不少人都觉得新政市在B的卡车自营业主和中小企业无法生存了 只有大公司才能够在新政下生存下来 对此北美卡车协会会长官员表示 AB5在8月25号就要实施了 对加州卡车的运输行业有着颠覆性的影响 卡车协会为了实应即将实行的法律 召集会员通过律师和保险业者来解决法律和保险方面的问题 如果有希望联系的话可以联系他们的微信公众号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